另外来看到花令县政府在花令县环境教育中心举办 智慧花莲AI启航系列讲座 邀请了人工智慧科技基金会执行长温宜玲 分享AI对未来教育的变革与因应 吸引了满场的听众 而县长许真卫也特地到场聆听 并且强调AI应用与教育的重要性 也鼓励师长陪伴孩子面对数位时代的来临与转变 现在许真卫表示从民国107年开始 花令县政府积极推动城市语言教育 并在108年成立全国首座的智慧教育中心 花令县在智慧教育领域累积相当多的经验 吸引各地县市前来参访学习 也让花令在居家防疫期间 确保孩子们能够保持学习不间断 在108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智慧教育中心 到现在 我想这整个的无论是推动 教育推动的累积还有花令县在推动 智慧教育的厚度以及深度广度 这也是让全国很多的县市后来都来采放花令县的智慧教育 也让我们在这几年的疫情远距的教学得到了 得到了这个印证花令县可以 而我们的老师努力不断地往前推进去学习的动能 就是希望能够无论是在山边海边的孩子 都能够跟我们市区的孩子是得到一样的受教权 一样均衡的机会 然而现在的人工智慧我想又是教育 或是又是在人类史上的一个搬转 因为现在的人工智慧我想已经打破了很多很多 基础教育的反例了 然而在做学问的时候 我们在运用CHERPGPT的时候 如何学着问 做学问 做学问 花令县政府从4月份开始对于CHERPGPT来做工作方 小型的工作方 之后再加入智慧教育中心的伙伴 教育界的伙伴 在对CHERPGPT的意思不断地如何去运动 如何让我们的教育现场如何结合CHERPGPT 让我们老师会恐惧 以及让我们老师知道如何去运用CHERPGPT 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上倍增 主讲温知心长对AI科技影响教育领域 由着精闭的见解以及浅见易懂解释 让现场作为虚实当中不乏国中小孝子 以及教师都前来聆听 会中温执行长也担任主持人 面对云台人陈大数位科技教授 苏文玉的对谈 也相互分享在教学当中 AI科技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并透过数位的学习刺激学生学习的动力 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让台下市场莫获得良多 记得喜欢华彩老